这款彩色的大容量单肩包 从底部到包带都非常的整体与结实 采用的是五股牛奶棉和3.0的勾针 我们现在开始编织 首先锁编起针 由包底的部分开始编织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32个锁针 第32针结束 我们返回倒数第三针 在锁针的背面 挑里扇的一根线 在这里增加两针 编织三个长针 三针结束 后面按顺序编织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长针 一共28个针目 第28针结束 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5针 编织6个长针 6针结束 转到另外一侧 后半部分对应前面的针数 继续编织28个长针 第28针结束 在最后一个针目上 编织三个长针 然后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 首先锁两针 作为起立针 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在第二针和第三针上 同样增加一针 各编织两个长针 第六针结束 后面按顺序编织 对应第一排的28针 同样编织28个长针 第二十八针结束 接着在转角的六个针目上 各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12个长针 第十二针结束 转到另外一侧 后半部分再按顺序 编织28个长针 第二十八针结束 在最后的三个针目上 各增加一针 编织六个长针 六针结束 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同样锁两针 作为起立针 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长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后面重复编织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循环三次 我们在开始的六个针目上 增加三针 一共编织九个长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 对应第二排的二十八针 同样编织二十八个长针 第二十八针结束 接着在转角的十二个针目上 增加六针 我们按照一个长针 一个加针的顺序 循环六次 一共编织十八个长针 第十八针结束 转到另外一侧 后半部分再按顺序 编织二十八个长针 第二十八针结束 接着在剩余的六个针目上 增加三针 同样是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九个长针 第三圈结束 后面的部分 继续按照前面的规律 进行加针 每一圈在左右两端的转角处 各增加六针 上下两个侧编针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二十八个长针 第二圈至第六圈 各增加十二针 加针至一百二十八个针目 第六圈结束 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编织包身的部分 第一圈首先锁三针 作为一个长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 再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长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长针 这样完成第一组花样 然后跳过一个针目 在第五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长针 在第六个针目上 同样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在第七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长针 这样完成第二组花样 后面重复编织 一共循环32次 第一圈结束 最后在第三个锁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在两个长针之间的空隙处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三针 作为一个长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两个长针 这样完成第一组花样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继续编织两个长针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两个长针 这样完成第二组花样 后面重复编织 同样循环32次 第二圈结束 最后在第三个锁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在四个长针之间的空隙处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首先锁三针 作为一个长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两个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继续编织两个长针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两个长针 与第二圈的花样对应 按照相同的方法 循环32次 后面的部分针数不变 重复编织到需要的高度即可 包身的颜色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 纯色或者彩色都很不错 包身的主体完成之后 我们将最后一圈 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两边分别空出16组花样 用来编织包带的部分 首先在左边 第一组花样的中间位置 重新起线 然后编织三个锁针 作为一个长针 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正常编织 按照主体的勾法 一共循环14组花样 第14组花样完成之后 在最后一个锁针空隙处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编织第二排 首先锁三针 翻转织物 在第一个锁针空隙处开始编织 按照主体的花样 一共循环14组 第14组花样完成之后 在另外一侧的起立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第三排 首先锁三针 翻转织物 在第一组花样中间的位置 编织两个长针 在第二组花样中间的位置 正常编织 一共循环12组花样 第12组花样完成之后 在最后一个锁针空隙处 编织两个长针 在最后的起立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第4排继续锁三针 翻转织物 在第一组中间的位置 开始编织 按照主体的花样 一共循环12组 第12组花样完成之后 在另外一端的起立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第4排结束 后面的部分 继续按照前面的规律 在织物两侧 进行剪针 每隔一排 剪去两组花样 一直勾到第12排 最后剩余4组花样 第12排结束 后面的部分 帧数不变 对应第12排的方法编织 在两个侧边 各编织一个长针 中间按顺序 编织四组花样 包带长度 可以自行调整 视频内 一共勾织到第26排 左侧的包带完成之后 我们在另外一侧 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 最后将两个织带的末端 缝合固定 包带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利用短针 编织一个长方形织片 将织物包裹在包带的一侧 起到固定以及装饰的作用 现在我们这一款 彩色单肩包就完成了 也可以在包身上 装饰一个自己喜爱的小挂饰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我来点赞我版的小挂音